武漢新冠病毒被普遍質疑 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 日前 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卻拋出 疫情發源不一定在中國的言論 為中共甩鍋 但這一說法呢 連中共體制內的專業人士都覺得荒唐 復旦大學醫學專家張文宏就對此直接說不 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失控之後 中共各級官員為推卸隱瞞疫情、防疫不力 病毒洩漏等責任 互相甩鍋 可謂亂象分成 2月27號 中共衛健委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 在疫情專場新聞發布會上突然宣稱 疫情首先出現在中國 不一定是發源在中國 這一言論立即引起輿論嘩然 被認為是最不靠譜的陰謀論 民眾批評鍾南山替中共甩鍋疫情 都甩到外國去了 不過 實際上鍾南山的這一說法並不新奇 武漢疫情爆發以來 越來越多的信息顯示 新冠病毒很可能出於人造 來自武漢P4病毒實驗室 為混淆視聽 中共動用媒體、網絡五毛等 一方面宣傳病毒自然變異 一方面則造謠美國投放生物武器 那這些人的造謠傳謠是一個普通老百姓能想出來的嗎 如此大面積 然後由鍾南山在寒沙攝影的表達出來 把自己一輩子的名譽被中共所毀壞了 為什麼鍾南山講這些話 就是因為中共在先講什麼 老百姓已經不相信了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表示 本次疫情中 民眾明確地對中共表示憤怒 於是中共利用鍾南山的所謂專家身份為自己背書 但這只能適得其反 反而讓全世界更加看清中共的無恥 你已經讓全世界不單純本國人民遭受了重大的傷害 你讓全世界的醫療、金融 讓全世界的經濟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每一個人都在焦慮的時候 你還把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安在別人的頭上 此前 鍾南山曾多次在人傳人 疫情拐點等問題上為中共站臺 遭到很多人的嘲諷 鍾南山前後說話不對勁 因為他說的話 前後說的話是印證不了他自己說的這個邏輯 即使是中共體制內的專業人士 也並不認同鍾南山的說法 28號 上海市新冠肺炎臨床救治專家組組長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 在接受採訪時 明確否認了病毒從外國傳入的說法 直接打臉鍾南山 張文宏分析說 中國只有武漢最先出現了這個新傳染病 如果是外面傳到中國來 應該是幾個中國城市同時發病 而不是有時間先後 對此 旅美政經分析人士秦鵬表示 中共一直在試圖掩蓋真實的病毒源頭 他一開始說病毒源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實際上早期發現的多個感染者都沒有去過此地 而武漢病毒研究所曾做過把SARS病毒 和蝙蝠病毒重組等試驗來增強病毒的毒性 秦鵬談到 上海復旦大學張永珍教授的實驗室團隊 發現武漢肺炎病毒與中共軍方周山蝙蝠病毒的異蛋白完全一致 1月11號 張永珍團隊公開了新冠病毒的第一個基因序列 但第二天 該實驗室就被當局關閉 中共黨媒《中國日報》對張文宏的專訪正在網上熱傳 但在《中國日報》的官方網站上 專訪已經被刪除 前提示企業訪正在網上熱時 和《中國日報》的名於《中國日報》被刪除了